哈林县议会2号上午进行香榭大道工程缺失总体检 8位县议员及市民代表都到场 对目前工程上的缺失提出质疑 就有当地的民众相当不满工程品质 对于耗枝上亿的香榭大道 岩石铺面变色以及破裂提出质疑 大理石铺面地砖研磨变色 再来去把它研磨造成这个样子 你家的地砖你会验收吗 你会補缓吗 技术够的话一次就到位 我干嘛来研磨 研磨造成色者的差异 可以验收吗 可以看吗 来点 这个研磨本来就是一个施工的 技术不够啦 老师傅的话一次到位 绝对不等成等品 你去看东大门 没有一块是研磨的 真的花莲的品质 五星级现场是这么干的吗 拖到弄的这个样子的话 像一条道路嘛 绝学的老人家走路的话 很不小心的话就会跌倒 二号三五花莲县议会 专案小组进行香蟹大道会刊行程 县严为加钱就指出 县府擅自将香蟹大道两旁的原有设计 A-C路面 更改为进口花岗岩石材料 导致部分路段路面因为左右高低差 出现道路朝向住家方向倾斜 延伸排水 人车通行安全疑虑 严重影响当地住户生活品质以及景观 香蟹大道 花莲县议会所组的专案 那这次主要目的是要看过去的专案到底有没有改善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改善的幅度真的非常非常小 那民众为人所诟病的一个斜面路 我们也希望说 监督处 花莲县政府县长这边能够赶快看到民众的困难跟痛苦的地方 那积极的来做相关的研究跟改善 而不是把问题丢到另一边 不去做相关的一个处理 县言魏嘉贤就指出 此问题县府不紧 至今无法解决 县府更是始终无法向全体县民交代 导致今日现场出现多项的工程问题 希望县府在下次的议会专案会议上 能够逐一提出解决的对策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